早安现场 早安台湾的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张婉如 不晓得听众朋友您前阵子 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高年级实习生呢 这个男主角Ben呢 他在重返职场的过程当中 表现呢 真的是跌破大家的眼镜 打破了刻板印象 让人刮目相看 其实我们经常说呢 台湾即将迈入国际上所称的 高龄化社会 当烧子化高龄化在台湾的时候 投入就业市场的人口 又相对的减少了许多 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呢 行政院也就提出了 中高龄就业专法 希望采取诱因啊 奖励雇主聘雇中高年龄层的员工 今天节目 我们就要临线访问到 劳动部引发人才资源中心的主任 于爱军于主任 主任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主任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 我知道您也看过高级实习生这部电影 其实错过这部电影 我们看到中高年龄层的一个就业状况 还有挑战 当然也包含了我们台湾 在中高年龄族群的劳动参与率 其实是明显低于邻近国家 怎么样来开发中高年龄层的人力资源的问题 也是新政府上台之后的此刻呢 正在研议的部分 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真的很适切的 就是反映到我们现在的 引发族群在秋剧的一个状态 我可以举个例子 像我们你看我们引发人才资源中心 从103年成立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了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宣导让雇主 金融引发族也让引发族重新再进入职场 那我们一开始在宣导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有些的雇主 也会有这种 就是对引发族可能会有一些的疑虑 觉得引发族是不是体力比较不行啦 电脑能力比较不行啦 这样会有一些的偏见啦疑虑在 但是在我们成立这一年半以来 推荐了很多引发族去雇主 那边工作以后 其实后来雇主给我们的回馈都非常的好 因为引发族确实有他们很多的优势在 对究竟有什么样优势 我们等一下要请主任讲一些案例 就劳动部的引发人才资源中心 主要服务的对象 想当然就是中高龄就业者了 你们接触到的年龄 大概是多大的一个range呢 我们引发人才资源中心 主要服务的对象 我们是叫做引发族 那我们就是有两种服务的对象 第一个是只要是年满55岁以上的 想要找工作的民众 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第二个呢 就是他虽然未满55岁 但是已经领过退休金的民众 譬如说有些军公教 可能比较早一点退休 或者是有些劳工朋友 可能50出头就退休了 但是他退休之后 如果想要再重新重办职场的话 也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每个月大概有多少人会寻求 这样子的一个协助 或者是就业媒合 是 每个月 我如果说的比较精确一点的话 就是说 每个月来亲自来我们引发人才资源中心的民众 大概就有200多个 对 但是这不包括就是电话 打电话过来的 或者是我们的外展人员 到一些的里长办公室 或者是一些的地方去住点的 亲自接触到的民众 还不包括那些 单单会来亲自来我们引发中心的民众 每个月将近就有200个民众 那这些人为什么会想要在 这个应该是韩语弄孙的这个年纪 在家想轻浮的年纪 还会想出来找工作呢 我们接触到的民众 大概就是有两种的情况 第一个就说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的经济压力 有的可能是小孩子还比较小了 或者是上游长辈要照顾 所以有些是有经济 必须要再持续工作的 但是呢 我们也接触到另外一群 他们虽然没有经济压力 但是他们觉得工作了三四十年 其实能力一生的专业 他们会想要再把他们的这些专业 传承给年轻的一代 做个经验传承 我们倒是遇到蛮多这样子的 民法族群 他们想要再重新投入职场 来回馈社会 然后把他们的专业知能 传承给年轻的一代 那让我想到电影高级实习生的 那个主角Ben 其实他就是这样子的心态 对 因为他也不像一般的 引法族可能 这些爷爷奶奶退休之后 就去公园跳舞 打太极 好像这也不是他所想要的 此刻他想要发挥更多的专长 然后带给年轻人 这是一种成就感 我觉得 我们在服务引法族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真的很多引法族 是卧虎藏龙 真的是三四十年 这些工作经验 真的如果没有再投入职场 我觉得真的对社会 是一种的浪费 一种的损失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主任来聊聊 就您所接触到的 这一些引法族朋友们 他们在找工作 到底是一个什么实际的过程 他们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OK 我最近的话 我就想到有一个例子 就说在我们接触的引法族当中 我们就发现有些引法族 他们要再重新找工作的时候 可能会一直局限在 他们年轻的时候 做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然后想要再重新投入 这样的工作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我们大概在去年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有一个六十三岁的大姐 来我们这边找工作 那她工作了三四十年 都是做会计的工作 所以她一来到 我们引法中心的时候 她第一个就说 她做了三四十年的会计了 她只会做会计 别的她都不会 但是她又不想要 再做会计的工作 因为她觉得 她六十几岁的眼力 可能有一些些的不行了 再看这些数字 会有一些的吃力 那但是她又觉得说 她完全不晓得 她还能做什么 但是我们的同仁 在跟她对谈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发觉 其实她的亲和力 非常的够 表达能力很好 所以我们就建议她说 其实有一些的 汉人互动的 业务性质的工作 愿不愿意去尝试看看 她刚开始的时候 有点害怕 她说我一辈子做会计 我从来就没有做过 这种业务的工作 好像适不适合 比较内情的感觉 做了一辈子 那接下来你要让她挑战 就业务毕竟有点难度 但是我们很高兴的 就是说 这位大姐 她也很愿意放宽心胸 她说没关系 那我就来试试看 我们就把她推荐到了 一家的食品公司 去做那个业务人员 后来呢 一个月以后 我们的同仁 再去关怀她 去拜访 她就直接到现场 她一看到我们的同仁 马上拉着我们的同仁说 她做得好高兴 她没想到 她其实她有业务常采 对 她就说 她以前一直说是会计的 没想到 她现在才发现 其实她的专长 她的常采 是做得非常愉快 她觉得和人互动 然后可以帮助人 是一件非常非常愉快的事情 人生退休之后 才发现自己的第二专长 对 所以我这个地方 我也会鼓励很多的 银法朋友 就说 也许我们可以 把我们的条件 一些的想法 可以放宽一点 再多愿意接触一些的挑战 这样子 也许会让自己 有更多的机会 不过你们所接触到的 一些厂商 他们释出的一个工作 大概是什么 类型的比较多呢 根据我们 这一年半以来的运作 不管是我们看到的 一些的学者们的研究 或者是我们和厂商的接触 甚至和银法朋友的接触 我们一直都发现 其实银法族群 是很适合做 服务性质的工作 所谓的服务性质 不单单是指 服务业的工作 一些制造业 有一些的 服务性质的工作 比如说仓馆 总务 人事 教育训练 这些的 因为我们发现 银法族群 其实有他们的优势在 比如说 他们的稳定度高 他们有耐心 那然后呢 他们的人际互动 圆融 只要一些和人互动的工作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 适合他们 所以在我们和厂商 互动的过程中 我们也会希望厂商 多释出这一些 服务性质的工作 和人互动的工作 给他们做 那我们推荐的 银法族 成功的案例中 其实也很大部分 是这一些的工作 有些人在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 做了一辈子 其实他还蛮适合担任 这种气管顾问公司 就是帮这个中小企业 找出经营的困境 我觉得也蛮适合 中高年龄层的就业者 没错 对 因为我们也接触了 一些银法桌 就是说 他们要再重新投入职场的时候 他们可能 并不希望像年轻的时候 礼拜一工作到礼拜五 朝九晚五这样的工作 他们也可能会希望 有一些比较 发泰的工作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 这个顾问性职的工作 其实是非常适合他们的 我看过一些护理人员 就是退休之后 其实他们 真的是经验太丰富了 可是就这样退休了 离开职场 就是可惜了 没错 可是你让这些 护理人员朝九晚五 那真的是体力上 说实在的 很难复合 但一个礼拜 去兼拆个半天 几天 其实都好 对 所以其实像我们 银法中心的话 我们现在也在 努力的在开发 很多partite的工作 因为我们发觉 就说 银法族 其实他们对比较 地区性的 就说他们会比较喜欢 离家比较太远的工作 还有就是partite的工作 其实他们也非常喜欢 不过在面临到中高年龄层去应征工作的时候 其实会不会还是会面临到一些的挑战 我在想这真的是我们在推行上的一个困难 我们从成立到现在一年半 其实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跟雇主做这方面的沟通 那我们就是希望就说让雇主渐渐的了解 就是说其实中高龄有他们非常丰富的经验 专业知识 人际互动 其实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在 只要把现有的一些他们职场的工作 做一些的调整 其实是很适合银法族来做的 真的有一些刻板印象了 其实是可以透过不断的了解去打破的 或者是雇主的一些的职务 做一些的职务在设计 做一些些的改变 其实也是可以更适合银法族来做 好 那所以我们最后阶段来聊聊 这个劳动部的银法人才资源中心 主要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呢 我们银法人才资源中心呢 大概最主要的就是服务银法族就业 只要有愿意希望找工作的民众 那我们都会有专业的服务同仁 来协助这些银法族找工作 那当然啦 这些银法族如果想要再做 第二专场的职业训练啦 或者是想要创业的话呢 我们有相关的资源可以提供给他们 这是对于民众服务的部分 那另外呢 对于厂商的部分呢 只要有任何想要禁用银法族的厂商 也都欢迎来找我们 那我们这些服务完全都是免费的 我们都会提供他们非常世界的人才 那这是我们银法中心的实体的服务部分 那当然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银法资源网 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 大概就是 所有银法想到的十一住行 和银法有关的十一住行娱乐 相关的资源都在这个网站上面 这个网站是在去年三月成立的 里面的内容资源非常非常的丰富 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可以多加的运用 如果有任何相关的讯息 也可以跟劳动部 银法人才资源中心联络 他们的网路 宛如刚刚上去 继续看到很多很充实的资料 也是很多很实用 特别对于中高年龄层的这些长辈来说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政府要主要开发 中高年龄这一块的人力资源 那另外一方面有人会觉得说 那会不会影响到年轻人找工作的机会 对 你问的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也会在座外面去做宣讲的时候 其实也会有很多人反问我们这个问题 他们都会说 年轻人失业率都已经蛮高了 那现在在银法族再出来找工作 是不是会抢了年轻人的饭碗呢 那其实呢 这个问题呢 我们有做过一些的去资料的搜集 国发会在2000年到2000年 这10年的时间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 根据做这10年的研究 他们发现银法族就是中高龄的在就业 并不会影响年轻人的就业 他们的正相关达到0.8以上 也就是说 当银法族的就业人数就业率提高的时候 其实年轻人的就业率也是提高的 那这个结论呢 并不单单只是我国是这样子而已 其他的在国外的将近有12个国家 国发会他们也做了研究 也是一样的结论 后来我们就发现会有这个结果 是因为年轻人的工作和银法族的工作 其实他们会自动的产生一些的区隔 是像刚刚你有提到有些长辈 他们可能眼睛因为老花的关系 所以看东西比较吃力 可是年轻人不会啊 年轻人可以做这个比较需要眼力的工作 那资深的长辈比较适合做脑力的工作 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工作取向啊 对对而且银法族的话 其实服务性职的工作是很适合他们的 台湾呢我们目前行政院正在研议要提出中高龄就业专法 希望奖励雇主聘用中高年龄层的员工 而同时呢这也是一个世界级的趋势了 的主任余爱军余主任 谢谢主任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